传说中的生枝妖精与香蕉君和阿布高和同为民运界的顶端之一 今天跟着博士我一起探讨 这传说中的生枝妖精比利海灵顿传奇的一生吧 大家好我是好命博士欧逊 大特好名欧逊比利海灵顿 被人称为比利王与生枝妖精 在1996年7月14号出生于美国纽约北巴比人长岛 身高有185公分体重111公斤 拥有一根9.5寸的大 从小跟着父亲学习空手道 在比利王21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过世 比利王便放弃了空手道 在24岁的时候 他搬到了纽约 就转往健美界发展 他那全身的肌肉 就是在这个时期锻炼出来的 比利王会开始男同志的成人片拍摄 主要是因为他当时的女朋友 偷偷的把他的裸照 送到花花女郎杂志进行评比 那张照片让比利王获得了 当月真正男人的奖项 含500元美金的奖金 同时也引起了吉米法兰奇 正名摄影师的注意 但两年过后 吉米法兰奇才为比利王拍摄了 Cold Studio Group 所出版的日历上的照片 Cold Studio Group 是一间位于美国专门拍摄 同性恋射情内容的公司 简称为Cold 之后便开始在 All World Video 同样是射情产业的公司 拍摄同性恋的成人影片 2011年靠着 Conquer这部影片 与 Nino Bucci Colden Ford Black Harper 和 J.Ross 在 Grabby World 当中获得了 同性恋成人片 最佳XXX场景的奖项 并在同一部片中 被提名 最佳男演员的奖项 比利王成为了20世纪当中 最有名的男同志 色情片演员之一 还曾经参加了 Love Connection 和 Ricky Light 这两部 当时主流的电视节目当中 Love Connection 是美国单身男女的相亲节目 Ricky Light 则是由美国女演员 Ricky Lent 主持的脱口秀节目 有时候比利王 也会在美国同性恋酒吧 进行表演 在2002年的时候 他的第一个小孩诞生了 在同一年 比利王表示 他所拍的影片 帮助了他 了解了自己双性恋的部分 不过在2016年的时候 他在推特上面发文 表示 他是一名异性恋者 在2008年 比利王决定从 色情影片界当中退出 并在他亲戚 所经营的 建筑公司中上班 在他出道的这几年当中 他一共拍摄了 17部的影片 那为什么 他会成为迷鹰呢 从2007年9月底 在日本NikoNiko 网站上面 由 这名网友上传了 这部影片 在影片当中 把色情的片段拿掉 将比利王和另外一位演员 进行了一场 充满着激情的摔角 制作成了一部影片 在不到5年内 获得了550万次的观看数 之后有人以 Ricky Roll的模式 将比利王的影片 做成钓鱼影片 也有非常多名的网友 将一系列 由比利所拍的同志影片 为基底的创作影片 在这之后 比利王就有许多的称号 日本网友将比利王称为 凶贵 在日语当中 有大哥的意思 也称他为 身之妖精 主要是因为 他有一段影片 的片段 是比利王裸体 以仙女的姿态 从森林当中走出来 在日语当中 身之妖精 持有着形容 同性恋者的礼语 也因为他拥有 大量网友制作的 Made音乐影片 这些影片 几乎都是利用 比利王的成人影片当中 空耳的片段进行制作 所以也有人把比利王称为 已经把比利王当作 虚拟歌手 一样的地位 空耳的意思 就是这些词句 在听起来 像是另外的意思 所以就会有人利用这一点 将许多影片 以谐音 或者是有着双关 的意思进行二稿 往往都会有 很多不同的惊喜 也就是因为这样 有许多的名言家具 像是 有人听成 又搞你妹哪 卖销的 有人听成 乖乖站好 还有人将 听成 中文为 新日墓里 与日本 日墓里车站名字相同 所以传说之中 新墓里 是比利王所居住的地方 等等许多片段 都是被人利用的素材 最后 也有人将比利王称为 哲学 主要是因为 观看过我们比利王的影片过后 总是会让人省思 他们为什么要摔角 他们为什么要发出这么有特色的叫声 他们这是在摔角 对吧 我为什么要看这个影片呢 让观看的观众 陷入思考的模式 从而探索自己的内心 也因为当时比利王在 妮可妮可爆红 所以有许多 封面是美女图 但一点进去 却是我们的比利王 所以便以 哲学 来命名 想要把男生掰弯的感觉 比利王对于这些创作影片 非常的惊讶 也欣然接受 这些有创意的影片诞生 在2008年12月2号 妮可妮可大会上 妮可妮可主委会 收到了署名比利海灵顿的花束 一开始他们以为 这只是一场恶作剧 但经过证实之后 确定这花束 是由比利王本人所赠送的 也在2009年2月2号 宣布 比利王确定在2009年2月14号 参与妮可妮可 在秋月园所举办的活动 此消息一出 让日本的粉丝都非常的兴奋 他们还在活动的当天 宣布了 与日本模型厂商 Good Smile Company 合作推出比利王的可动模型 一共推出了四款 还分别在圣诞节和万圣节 推出了限量版的造型 也在日本接受了采访 和在一个深夜日本脱口秀当中 担任来宾 之后比利王还参加了多场 NikoNiko大会 在日本 他已经是非常非常红的明星了 也是因为这样 他在全球也爆红了起来 在2016年 比利王也有参与 台湾第28届的动漫开拓季 FF28 在当时有许多在台湾的支持者 跑去和他喝照 Yo,台湾,What's up? This is Anarchy Yeah,Fuck yeah,I'm coming to Taipei You know I got a fucking message from my agent And he was like Yo,Do you want to go to fucking Taiwan again? And I'm like Fuck yeah Be there It's gonna be epic Legendary See you soon 比利王在中国也是非常知名的 在Bilibili上面 也有中国网友创作很多 关于比利王的影片 也有人将 李卡多 米洛斯 香蕉君 和另外一位越南裔美国人 的同性恋色情片 演员 范达克霍姆 加入创作影片当中 但被中国当局 为了整次所谓的低俗影片 所以被下架了很多 关于比利王的影片 比利王也在2018年 2月20号 到了中国 参加了 叉次元国际动漫盛会 比利王 在2018年3月1号的时候 在111号 加利福尼亚州 周到 蓝桥米拉路段 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 被人发现后 随即送往遗言 但在抢救过后 隔一天 最终伤众不治 在他48岁的时候 离开了人世 由射程片导演 曲曲拉鲁 在推特上面 发布了 纪念比利王的贴文 在贴文发布不到12个小时之内 获得了4000次的转发 之后 比利王的母亲 也在脸书上面 证实了比利王的死讯 有人便在推特上面 以 Hatchtag 比利王的标签 纪念比利王 在2018年3月16号 Multentu 这YouTube频道上面 上传了致敬比利王的影片 让我们可以透过影片 来怀念这传说中的男人 博士我实在没想到 比利王会在这么年轻的时候 就离开了我们 相信他的传说 还会再持续下去 也感谢他 为我们的生活 带来这么多的欢笑与乐趣 博士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大家的比利王 好了 今天的影片 差不多到了这边 喜欢的话 欢迎按赞 订阅 分享 把小银当打开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跟我分享 各种你们所喜欢的 比利王迷因 和想要我们探讨的迷因 我们下次见 拜拜